12月15日,一名17岁的中午学生 穆哈莫·扎哈里菲中午放学后 骑着摩托离开学校转入仪报加迪花园一号路口处 疑似被警方驾驶的轿车撞到伤重不治 涉案的44岁警官穆哈莫·扎哈里 被指疑似不满扎哈里踩油门制造噪音挑衅 在追逐下撞到少年 这名学生被撞倒在地后仍有生命迹象 他当护士的姐姐刚好经过失意急救 但最终依然宣告不治 这名警官今天早上被押往仪保推示厅 背后谋杀罪 法庭没有作出认罪与否的记录 并将案件定在2月7日过堂 根据控状 被告于今年12月15日中午12点05分至12点40分 在靠近嘉迪国中嘉迪花园一路出杀害扎哈里 因此抵触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 一旦罪成 被告可被判处死刑 或监禁最少30年及不超过40年 若没有被判处死刑 则面对不少于12下的辩始 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